看完樂園的人潮 我們來看看美食的 南臺灣個美食民店 一早就大排長龍 台南知名的牛肉湯 吸了很多遠從北部南下的遊客 甘願排隊等上一兩個小時 而在屏東萬蘭豬腳街 每一間店每人限購一支 有民眾為了買足想要的量 所以每間店都乾脆去排隊買一次 小溜球知名的早餐店前 也出現了一百公尺的排隊嚴冷 一早台南這間知名的牛肉湯前 大排長龍 後衛的民眾從店門口 排到下一個街口 不少人孩子被羊傘遮羊 或是自己帶椅子坐著等 其中不少都是從北部下來的旅客 專程來吃牛肉湯 台北 從剛開始排到現在大概多久 快兩個小時吧 兩個小時 我們一定要吃這個 沒有啊 就吃吃看 都是為了小吃來的嗎 對 為了當地的小吃的 所以你的筆記裡面 大概有哪幾家店 你一定要吃到這一次 應該有三四家牛肉湯 為什麼 因為台北比較少 對 因為台南這邊才有溫體的牛肉 民眾干月等一兩個小時 就是為了一碗熱騰騰的牛肉湯 原來這件牛肉湯 因為用的是每天現在新鮮直送的溫體牛肉 肉質軟嫩 而且滿滿一大碗 一切下來就用高湯燙熟 湯裡保留了肉質的鮮甜 有旅客特地安排台南三天兩夜行程 趁著廉價來燙牛肉湯之旅 同樣是讓人願意排隊的好味道 所以就每一間都各買一隻 各買兩隻 因為每人限購一隻 但是民眾不惜每間店都排一次隊 只為了能買到想要的量 早餐能炒 嚇到我 就連離到小琉球網路知名的早餐店前 都出現長約一百公尺的人籠 疫情趨緩 民眾把握廉價出遊 常美食 想要吃到大家推薦的好味道 可得多點耐心 記者綜合報導